X涉足P2P支付领域,索尼发布新型PS双感控制汽车 埃隆马斯克的社交媒体平台X前身为Twitter在周二的一篇推文中宣布,计划在年底推出点对点支付 该平台旨在释放更多用户效用和商业机会,同时努力在2024年实现革命性转变 推文中没有透露有关支付系统和正式推出日期的具体细节 根据全美多州许可系统网站的信息,支付子公司Xpayments LLC已在14个州获得了汇款许可 另一方面,索尼和本田在CES2024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Philab 展示了使用PlayStation DualSense手柄控制汽车技术 这款前卫的AV汽车与微软合作,采用超大宽屏仪表盘 并集成了Azure OpenAI作为语音助手 聚官网稍显夸张的广告语,该车款超大的仪表盘屏幕配备了虚拟引擎驱动的AR技术 可以在行驶中模拟巨兽踩踏路面 索尼本田总裁川西泉在CES活动期间展示了DualSense控制器远程控制汽车的功能 并强调这是一个技术演示 索尼还透露将与跑车浪漫旅游戏开发商Plyphony Digital合作 将虚拟和现实世界体验融合